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頻道 今天是2021年的7月17號 在三週前我們跟各位介紹過這個 倫狀病毒這個蝴蝶藍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經過三週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近距離來看一下 這一株的狀況 順便來看一下 你覺得 你第一眼的感覺是什麼 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 很有趣 那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來看看 好 給各位看一下 你剛剛沒有看這個 看過之前的 影片的朋友呢 你就往前看 之前呢 這個 葉子變黃 枯黃 現在整個都掉光光了 哇 真是 超棒的 很多的花友啊 都很喜歡拿這種圖啊 拿出來問大家說 這個還有沒有就剩下根耶 連葉子都沒有 口花也沒有了 而且上次呢 多嚴重 非常嚴重 你就往前看就對了嘛 對不對 很嚴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回來再看一下 三個週之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呢 就變這個樣子 各位 你的第一眼的感覺是什麼 你覺得呢 你覺得 如果你第一眼這樣看 我沒有跟你講說 它是倫狀病毒 你的第一眼的反應是什麼 哇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說 哇完蛋了 死了 很多的老手啊 都是這麼認為的 我就覺得他死了 不意外啊 說實在 我以前呢 我以前 還在新手的過程中呢 我也會覺得他死 那因為我們養死過 然後呢 養一養過程中呢 又會 奇怪怎麼又活了 這叫經驗 所以我們就跟你分享 講一講說 養一養 怎麼他又活了 真是很有趣啊 那我們也常常在網路上呢 FB呢 看到了人家在PO這種圖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拍這張 欸 有沒有拍這個 讓大家去看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啊 你養蝴蝶蛋 當你看到這個 你覺得 是什麼情況 對不對 你第一眼的反應是什麼 你覺得他快死了嗎 這個 這個如果是我有 我來評估呢 說實在的 我這樣子看過去啊 我無法 我只能說 無法判斷說 能不能活 因為他當一個植物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其實他有很高的風險 死亡風險啊 我們叫做死亡風險 但是呢 這個在 這個在兩週 一週兩週 一週 我們當時拍影片的時候 一週內 葉片都掉光光的 就看著他一直枯黃 一直枯黃 當時我們是不是影片就說 他沒有辦法保證他會不會活 我當時就是說 除非他長側牙 如果他長不出側牙就完蛋了嘛 當時我們影片是這樣講嘛 那現在呢 這樣子看過去呢 你這樣看 你一定看不到有長側牙 我們換個位子 來找看看有沒有側牙 好嗎 哇 這個角度的關係呢 不太好 看一下 看得到嗎 這個位子 在裡面 這個角度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到 裡面有一個綠綠的啦 我看到有一個牙點啦 因為這個有點角度的關係 瞧瞧看 看看能不能瞧得到 OK 這樣看應該看得到吧 在這個花梗 這個花梗的延伸下去有一個綠綠的牙點 有一個小牙點 有沒有看到 那個牙點呢 有機會他會是側牙 我的觀察是有機會啦 我們讓各位看一下 我們放回去 我們放回去 那我們剛剛呢 就是從這個位置呢 這個花梗 沿街的這個底下的位置呢 看到有 感覺啦 我的感覺好像是側牙 是側牙 經過了三周呢 其實他大概第二周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小牙點 但是不能保證他是不是有動靜 因為現在第三周 各位這樣子看你可能看不清楚 但是我這樣看 我這樣看 看清楚一點 我這樣看我的感覺是側牙 因為感覺有葉子 感覺有葉子的感覺 有看到葉子 所以 只要這個側牙 它有辦法順利長出來 長大長大長大 那這一株就OK 沒問題 以我個人的見解 當我第一眼 如果花有給我第一眼 是這樣長成這樣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 像這種花 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說 這個花 蝴蝶藍呢 可能大概 剩下50%的存活力 因為我們不能保證說 它是生什麼病造成的 它也許有可能造成整個乾枯掉 死亡也有可能 像這一株呢 就運氣很好嘛 是不是 我們剛剛從旁邊看到 一個小小側牙出來 因為這個鏡頭的關係 我不是用微鏡鏡頭拍的 所以這廣角鏡頭 可能拍不到那小小牙 那個牙呢 如果順利長大的話 這株就OK就沒有問題 像這個已經長出 我的感覺有側牙 那它的存活力我估計就有88 80%以上 那我們再來探討一些其他的原因 很多人呢 就是 一直問我 拿這種苗給我看 然後又問我說 能不能活 說實在的 我都只能跟你講說 不一定 因為我們都是要放 你看我放多久 我們從上次拿到的時候 到現在三週呢 才發現開始長側牙 有些朋友呢 花友呢 也會問什麼事呢 你看這個氣根 這狐狸牙氣根 黑黑的 這裡黑黑的 我手指會黑黑黑黑黑黑 問我說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黑根能不能剪 你看我有剪嗎 我也沒剪它 我也是留著它 如果今天這些黑根 我跟各位講 這黑根如果很嚴重 它自己會萎 萎縮它會不會感染 不會好不好 那不會感染 但是你如果用是 繼續悶 繼續悶 拿那個套袋 塑膠套 繼續養 放在室內 然後菌呢 一直滋生滋生滋生的情況 情況下 我不敢跟你各位保證 然後 就有 話有問啊 那我上版之後呢 這些黑根呢 有人會問 上版後這些黑根 會不會有影響 答案是 不會 我們一直跟各位講說 這些壞菌呢 你看這些 其他還殘留在上面 這些壞菌呢 還有 還在上面 它呢 它需要 那個叫做 它就是屬於厭養菌 厭養菌 所謂的厭養菌呢 就是它不討厭這種 通風良好的環境呢 它沒有辦法 快速的滋生 除非你今天 把它密閉在一個環境內 像舉個例子 就是在 像那個套子 塑膠套子的情況 或者是 你放在一個盆栽內 悶養的情況下呢 它比較喜歡 那一種環境 像我們這種 開放式的環境呢 它不喜歡 所以呢 你這種 黑根的菌呢 上面的這些壞菌呢 它頂多有可能 就只住在這邊 它就不會再惡化 因為 我們環境是通風的情況下呢 它沒有辦法 快速的擴散 擴散 再來我們的水呢 是啊 我們澆水的情況 我們是用拿那個井水啊 直接就直接噴 噴噴噴噴 噴完之後呢 像我早上噴到現在 你看這水才濕的 所以你看起來這旁邊還有濕濕的 早上澆一次 傍晚的時候四五點以後呢 我再澆一次 所以呢 基本上 你看像這個 像這個位置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乾的 它雖然有壞菌在 它是乾的 但是它會不會擴散不會 濕度不夠 但是下面我不敢保證 如果它一直維持濕濕的話呢 這下面這個比較黑啊 這下面比較黑 這呢 有機會 只能說有機會 有可能會萎縮 它的氣根太黑的時候 就是菌太多的時候 自然就會萎縮掉 像這 這裡 這條有沒有 這條萎縮掉 乾掉 但是它萎縮到哪裡 到這邊就挺住了 然後呢 我們再退後一點 跟各位探討一下 我們在 之前 對不對 是不是跟各位講這個 輪狀病毒 是不是 各位 你如果在 FB 網路上 很多人就跟你講 輪狀病毒 會傳染 會傳染 卵腑病 會傳染 各位 我是不是拍了很多的影片 都放 都跟其他胡言放在一起 到現在 放了三週 各位 會傳染嗎 會傳染嗎 你有看到 有被感染嗎 各位 這些病 根據我多年來的觀察 這種 卵腑病 卵腑病 或者是 這個 輪狀病毒 都有個通信 它都是靠 植物葉片 或者是 這個花梗 組織有一部分感染 感染 壞菌的時候 感染的時候 藉由組織慢慢的擴散 擴散 擴散 其中我最害怕的 就是葉黃病 其中葉黃病 有可能 當你病發到整片的時候 你以為 它只是普通的葉黃 就來不及了 當你發現 假設這一片葉子葉黃 就可能整株都已經種 然後就死光了 就來不及救了 我最怕的就是葉黃病 那你像那種卵腑病 假設在這邊感染 我就切掉 OK 沒事 即時切除就沒事 那你如果切除慢一點的話 就 很有事 它就會死給你看 就是這樣子 那 倫狀病毒呢也一樣 倫狀病毒呢 它 不需要 倫狀病毒 就不用切 它葉片 它如果嚴重 它就自己會掉落 如果還能存活的話 葉片還能存活的話 像 旁邊 這一株 看得到 像我們之前也曾經接到過 這一版的倫狀病毒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那你看到現在呢 雖然它 之前曾經有隱約 還有這個 倫狀病毒的一個 影子在 葉片 這葉片 但是它整個葉子都還好好的 沒有 因為我們當時即時 從三樓移下來之後 移到這個通風良好的位置之後 它就沒事 從去年到現在就沒事 葉子也沒有掉 那這一株呢是因為比較嚴重 這個花有 台北花有給我的呢 這比較嚴重的 所以它 很有事 這個很慘 這個 這個 上次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我都沒有辦法保證說一定會活 因為 我們都必須要試著 試著搶救看看 所以我們要帶各位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很喜歡 拍這種影片 就試著 救給你看 能不能救活是其次 如果救活當然是最好 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成功 證明什麼 證明我們前面的說法 沒錯嘛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說 軟腐病 會說 人狀病毒會擴散 會傳染 為什麼當初會有這種見解 其實主要呢 是因為 這些養花的業者 因為他們都種很多花 全部擺在一起 或者是呢 養藍大戶 大戶 其實我們這次叫做小咖咖 你們可能不曉得 那種真的養藍大戶 然後蓋了一件那個溫室裡面 養了幾百株的幾千株的這個蝴蝶籃 真的是 自己欣賞的 我這樣講說自己欣賞的 真是有夠厲害的 蓋溫室蓋成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 他們呢 因為我有跟養 我們前面 剛剛有跟各位介紹 那個植物跟 植物 溫度跟通風的一個關係嘛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我剛剛前面講過嘛 那他養這些大戶呢 然後養殖戶呢 這些專家的專業的呢 他會養在那個 溫室底下呢 他們就是 環境啦 因為你要知道 像我們這個環境 我沒有搖喔 那是風吹的喔 這個要通風 但是他們的 你要知道在溫室下 要通風就很困難 所以一般人家蓋溫室的朋友呢 通常都是可能要 吹冷氣 夏天你不吹冷氣的話呢 就會悶熱 我是一直跟各位強調 蝴蝶很怕悶熱的環境 但是 有些朋友像我以前 我以前早期在養的時候呢 我就很白目 現在正下午3點多 很熱的時候呢 跑去澆水 馬上就生卵符病 種給你看 然後就死給你看 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就是要經驗啦 我們一直跟各位講經驗 那各位你如果呢 有一天你碰到的時候 你就記住 我們剛剛前面以上的說明 然後去做環境調整啦 簡單說就是這樣講 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講一下旁邊這一株 我們拉近距離看一下 各位你們看到這個葉子呢 這樣子皺皺的 有的花友呢 很有趣啊 他就一直跟我講這個 要教我怎麼救這蝴蝶蘭啊 這樣皺皺的 我告訴各位 這皺皺的 並沒有什麼啊 當蝴蝶蘭缺水的時候呢 我說蝴蝶蘭缺水的時候 這個葉片就會變皺 這個葉片皺呢 是不可膩的啊 它是完全不可膩的 就是說你今天我如果水 噴水噴水保濕 它頂多這葉片的這個厚度呢 會恢復會增加 像這個厚度有增加 但是這個皺皺的恢復不了 它原本可能很皺 然後它的頂多稍微恢復一點點 它沒有辦法像 我看這旁邊看到了 這片葉子 它沒有辦法像旁邊這個你看 這叫正常葉子 不會皺 這個有點皺 這可能之前缺水過 缺水就造成這樣子 那之後呢 我們在正常澆水的過程中呢 它的葉子厚度會增加 這是你就不用擔心 因為有的花友呢 他不曉得這個問題呢 就一直反覆的 不是說反覆啦 應該說今天一個A花友問 下次換BCDEFG 每個花友都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我要回答好幾次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在這邊跟各位講解 然後如果你有聽到的 有碰到的時候呢 就知道說 不要擔心好嗎 會皺就是會皺 因為這個是不可逆的 這是唯一不可逆的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呢 看一下旁邊這個 我們看旁邊 我們主要主要是強調 要介紹這一株啦 讓各位 帶各位來看一下說 你當你第一眼看到這個 蝴蝶欄長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第一眼的感覺是什麼 你去好好想一下 你剛剛之前的答案是什麼 再回過頭來 聽我講解之後呢 你去比較分析一下呢 是如何 當然 未來它的側牙長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再拍給你看 今天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